光傳媒的訪問 引述南華早報的官員 沒有跟他做重職審查 最好笑的是湯家驊 湯家驊就來評論 好笑的 湯家驊說是怎樣 當政府打算用某個個案 做一個可以引起一時佳話的成功個案 在大張旗館宣傳之前 應該是對客人進行背景審查 以避免刁念 接受南華早報的時候 AVOID IT ON THE FACE 即是說 大佬 你政府一員 你這樣替李家超會不會太好 我以前一向說 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很重要的是 你有一個Discipline 雖然你是在社會裏面 你找不同的名流 不同的商界人士 專業人士去加入 保密制 保密制其實彰顯了一件事 起碼不要令政府尷尬 你不要說出來 是可以被人滅視到政府的權威 簡單來說 就是要吵 就在房間裡吵 就不要出去亂爆 你現在李家超拆了 你不幫他口之餘 你自己還落井下城 是啦 應該去什麼 應該起人底 你不起底 你不起底 你不被人 弄得全面都是雞蛋 被人 弄得很魚皮 最早出現的是 葉劉 經常做行政會議成員 但每天都在隔離林鄭 每個人都不在乎 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 這就是由梁振英搞壞了規矩 因為當時他經常走出來 放風 他經常在信報寫文 信報文膽寫文 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 房屋政策不行 自己是政府一部份 自己又罵政府 你現在湯家驊 你會看到梁振英也是這樣 但梁振英聰了一件事 他旁邊有張志剛和笑線波 那些都是找他問膽 幫他寫文 any 很醜 湯家驊 不幫李家超講口之餘 你還要落井下石 接著是外人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居 高級經濟學家 吳卓恩 不是吳卓希 他就說 如果政府希望 吸引家族辦公室 可以制定有利的政策 然後向海外宣傳做了 他就說現在門檻很低 你媽媽大減價 現在益你爸爸 搞這個家族辦公室 你搞一個《御宅香港論壇》 這麼高調 他就說 沒有必要大張旗鼓 如果政府去展示一筆交易 如果政府更加注重打下基礎 不是拼命展示自己拿到多少成就 就可以避免這種戲劇性的情況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在製造神話 就算不是講這些政策 打仗也會 會製造一些英雄出來 我們以前看過 Jude Law有一部電影 就叫《 Enemy and Gay》 那部電影 你看到蘇聯 蘇聯時代 是否打斯特蘭格 那他就很厲害 Jude Law 一個人可以應付納粹的神槍手 指揮官 然後出其制勝 將他捧為英雄 我們蘇聯有這些英雄 我們蘇聯有這些英雄 足以可以嚇退 納粹大軍 那你當然要製造神話 你才可以振奮到士氣 你振奮到士氣 才可以重振大家對你的信心 但問題就是 那部電影結果引了個真高手出來 雖然到最後Jude Law都贏到 但在此之前 是先做低了他身邊所有的朋友 很殘忍 但問題就是 現在你第一步都做不到 做不到神 做不到神之餘 你還要自己拆掉 跌落地下 我不知道是否罵法制 現在很尷尬 很尷尬 又不反駁 但是呢 不反駁 但是呢 你又不知道罵什麼好 你怎麼反駁 因為問題是 杜敗王子這件事 你真是七分真 就三分假 是啊 如果政府更加注重打下基礎 不要搞這些事 不要在這裏做神 你做神的話 拆掉了就被人笑一輩子 然後還有恆大 恆大最近被連登仔恥笑 你還是要做中學選 你還是要做中學選 這個恆新大學 你還要是 委任了馬桃母做榮譽教授 還要是校長何順文 親自頒授證書 挺好啊 又簽合作備忘錄 教假音OK的 你以為見到財神 誰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財神來的 其實這個是歌神 你就當作是財神 幫傳媒又好笑 這個是強人所難 你有沒有對馬克圖母進行背景審查 我心想 李家超也相信他 我怎麼會不相信他 我怎麼跟他做背景審查 我的背景審查 就是李家超也相信他 很簡單 為什麼你會有很多 以前做傳銷 做老千 很喜歡找些名人來拍照 他就是靠照片 他就可以跟他有合作 劉青雲都下來我那裡吃雲吞麵 你說我那碗雲吞麵不好吃 多厲害啊 就是這些 這個沈運龍 這個中東假王子 發爛炸 就說沒有騙你一毫子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問題就是 然後最後很好笑 光傳媒 這個 我不是說他強人所難 還要打電話 去問恆大 你會不會收回他那個榮譽教授的學位 這是正常的follow up 現在被人懷疑他是騙子 不回覆也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 他是不是真的騙子 就是這樣說 他也是看政府頭 對 現在鄧炳強 或者李桂華都沒有出去抓人 你抓不到中東王子 你可以抓到麥爾裔去協助調查 可以拘捕他 沒有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 現在很尷尬 被人爆了 其實爆了沒有什麼 他說歌手沒有問題 但這幫人 一個二個不敢出聲 就想看清楚一點 其實最後 現在主導權在哪裡 現在主導權那裡 就在南華早報那裡 究竟他有多少 我們以為 你現在愛國者治港之後 就不應該有這些 龍女雞 現在說的 龍女雞 真的很好笑 現在是 真是很尷尬 這個是什麼網 這個叫做 Hong Kong E-Time 香港一刻 他挺好的 他做回總結 什麼三大疑點 財力是不是有限 如果財力有限 需要和別人分享辦公室呢 第二個疑點 為什麼只是說不做呢 接受彭博的時候訪問 其實這個我解釋到 他接受彭博 3月18日 3月中的時候 接受彭博訪問 就說 他回應主持人的問題的時候 就非常之模糊 純粹說 哎呀 興趣多多 又想幫人成長 又想你樣那樣 這些東西是虛的 又自己以前沒有投資的 投資策略的時候 又無言以對 只是靠身邊的物議來解答 他2020年才出道做歌手 之前他做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做審計和歌手 但是這個呢 就要看到 王子本人 他自己都不想提 他自己都不想提 他自己都很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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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既然自己有 七萬多個追蹤 你不可能 不讓人家 挖出來 遲早的事 對吧 對 你的市場是在菲律賓 那你香港有這麼多奔妹 怎麼會沒有人踢穿來呢 對 很簡單 其實是遲早的事 說不定 其實南華早報的老總 他家裏就是一個奔妹 奔妹就跟他說 我認識這個人啊 唱歌很厲害 是啊 他就是菲律賓古巨基 整首歌都用假音唱 我給你一首歌聽聽 然後南宗老闆 哇 是啊 有可疑 就是這樣 就算被人挖出來 沒事 反而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他隱藏過去的身份 這個就值得深究 為什麼他不想讓人知道 其實沒有衝突 甚至現在也好 我覺得兩個身份沒有衝突 可能他會覺得 給人家感覺不專業 我想給人家的感覺 我想做人切出來 我就是 純粹是做神 不是想做神 他說很聰明 有性 目光遠大 有vision 他本身的網頁是這樣寫他的 他未來有很多遠景 他對他很多遠景 任何異世組都是 任何異世組 一事無成 目前一張白紙的時候 沒有東西銷的時候銷什麼 銷什麼 銷遠景 又說自己很勤奮向學 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 以前的人 教你寫CV 通常 那些什麼 教你寫CV的教授 那些Counselor 就跟你說 寫CV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麼 要鼻重就輕 是吧 不好的 你都要講到好 沒事的時候 你就銷自己 一腔熱血 富有熱誠 或者這樣說 28歲 你覺得他銷什麼 家裡有錢 就是這樣 然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的家底 你沒有東西銷的時候 我給人家感覺 你做歌手 你很奇怪 很不正經 又不會 今時今日 歌手 為什麼不可以是王子 為什麼不可以是投資者 剛剛跟朋友都談 英國歌手 真金白銀 還要做業事域 贊助商 沒有問題 TU就說 美國總統也有 荷里活明星 是 是 不同的 王子就是一個封建的產物 首先就是 這個要繼承回來 別人總統那些 自己選回來 不同的 這件事 只是這件事 我可以跟他回答到 我勉強跟他回答到 他自己介意 介意 人們覺得 做一個專業的投資者 就是做投資者 不想讓人知道 以前又唱歌又成 不想讓人知道 年輕的人自然要面 這個容易解釋 對 對 或者 這個是他左右手 就是 物議裔和William Thien的意見 如果你要做家族辦公室 你要有一個完整人切 你不要被人看得這麼花哩花哩 你又寫歌 又唱歌 又登台 哪有王子是這樣的 最怕就是 他就是要銷售那種模糊 其實就是 身份就是王子 你不要跟我說 多親 宅都是王子 宅子都是王子 我還是騙一些不認識的人 騙李家超就夠了 李家超夠笨賊 他不起我底 因為我起了李家超的底 李家超就是差不多的水平 OK 目標很清晰 或者這樣說 這個就叫嚴婆欲酌之粉客 互通有望 我給他一個希望 他就要一個做神的Case Study 那就是嚴婆欲酌之粉客 是吧 即是麥爾裔 他捧一個王子出來 就跟李家超政府互通有望 那李家超 也都很desperate 現在是 他真的急著要一個成就 他很急於要做實 很急於 就要剃出一個神話出來 要交成職表 要達到憑交成職表 就算你看到李家超的人 他做事 他施政的作風就是這樣 他很多事情 就是先做了 急於求成 他總之要先響到肚子 我不管最後什麼行不行 總之我要說了就當做了 總之我設定標題 我這些東西夠霸氣 夜繃紛日繃紛 十八區都繃紛 十八區都繃紛 他的東西好像密集 KPI 以結果為目標 總之我灑出來那套拳 我夠多拳 我就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但這個當然是很膚淺 這個當然是很膚淺 他經常說 我很心急的 我以結果為目標 是很膚淺 他心裡這個人 其實是很自卑 自卑 他就想快一點 有些成績出來給人看 不要讓人覺得 他是一個警察治港 警察出身 沒有讀過大學 所以就急於求成 一見到王子出來 嘩 好像見到阿拉丁神燈 那樣 不斷擦 不斷擦 所以 不要啦 Fat magic 是啦 他自己Wishful thinking 都想這個王子是真的 不斷擦 就算不是真 也好 我想他都會死拆 現在他突然間 他走出來說 這個就是編局 首先就要成形中 我自己的笨拆被人騙了 但是一個有信任 但是一個有自信的領袖 就不怕被人知道他犯錯 但李家超就不行 因為他很自卑 那沒辦法啊 現在說香港市面這麼蕭條 是他摺了手之後 市面都這麼蕭條 那他可以怎樣 是不是 是啊 沈運龍又知道他是歌手 那又怎樣 只不過他不喜歡 就被人覺得這個雞鵬 現在 我想不聽說我們的節目 是啊 這壇事 有得拼下去 有得頂下去 是啊 就是 不怕去跟他爭辯 所以就爭辯 你見到他今天很囂張 說得這麼難聽 唱歌又如何 他不僅僅會唱菲律賓歌 他還會唱中文 唱莫里花給你聽 唱莫里花 不僅僅是莫里花 還有其他歌 總之就是 你說他中東古具機也可以 中東張信哲也可以 中東Charlie Proof也可以 中東BGs 整首歌都是用假音唱 還不是BGs BGs很厲害 他整隊人 就是整個樂隊 一個人唱個BGs 你懂得怎樣 你懂得怎樣 李家超被爆會面前沒有Fact Check 算了吧 所以你只能夠說 首先已經沒有規矩了 第二 李家超就是不想Fact Check 他自己很想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我不Fact Check 我寧願 你看到起碼的訊息 我不知道可能他找過 他未必找過領事館 但領事館最後都證明了他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 中東方面 沒有人否認他的身份 沒有人揭包他 其實現在我想 你再挖下去 其實沒什麼好挖 就是這麼多 他就是一個平民王子 是平民王子 他不怕被你去 他都不是吹得大 如果他說他是阿布澤比家族 他就真的有詐騙嫌疑 現在他不是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是王子有問題 是反而身邊那兩個人 是利用他 那兩個人就是真少林達鵬大師 一方面